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上的 因为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前几个礼拜先上完了 Kalmineheim Mark Scheller 上禮拜稍微替中国思想做一点点 真的是只有一点点的背景 所以对中国责任讲到跟知识跟社会有关的部分 做了一个简单的讨论 特别强调劣子的有一些故事 是很具有社会心理学启发的意义 那今天要谈的是西方的哲学家 我上次也说过 我通常不喜欢中西这样区分 但是这个在讲义上的这个方便 这样子好像这个区分是比较有道理的 在其他地方我不太觉得有这样的道理 那这里好像是这样 那这个基本上讲四个人 柏拉图 亚里斯多德 培根跟这个笛卡尔 一方面是我念过这四个人 第二方面是因为这四个人大概 一般的知识受学的书要提都会提到 或者没有提到 那也是对于西方思想的一个背景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稍微说一下 因为你真正想知道多一点 可能你真的去上西洋哲学方面的课 那不是我这门课的专长 那这个讲完以后我们就会进到社会学理论里面 特别讲知识跟社会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是这样子的 先讲柏拉图 柏拉图这个上次有讲过BCE跟BC的关系了 所以我们就不特别说 那古代人常常他的生族年月会差个一年 差个两年 最近呢 看到一篇文章讲到孔子的诞辰 我们在台湾是今年9月28号 可是好像他考证出来 根据这个比较可靠的节日 是10月9号 因为孔子出生的 记载孔子出生的那个前面好像有月时 然后根据那个 不是月时还日时 反正就根据那个天文现象 再来推论应该是那一天 所以我们对于孔子诞生 纪念得太早了 所以他还没出生 我们就觉得他出生 不过这个到底多少人采信也是个问题了 这个我们只大致说一下 因为柏拉图的生平也非常的简要 他父母亲大概都是望族 这个说来很悲哀 这个到底历史上 什么样的人创造历史 大概都不是穷人创造的 故宫博物院的东西或博物馆的东西 全部都是有钱人 或者皇族留下来的东西 没有皇族好像就不会有博物馆 所以到博物馆就会产生这种 社会学的愤怒这样 你就觉得这些有钱人 可是要不这些有钱人 你好像也逛不了这些博物馆 所以有时候很尴尬 尤其我们学社会学的人 对于这个有钱这件事情 有一个非常倾向于这种仇恨的情节 倾向于了 其实不应该是这样 但是我们的学科好像 我们大概就是 这个叫做养虎的后代 就是为人不富 为富不仁 所以我们这些人因为自甘贫穷 所以觉得好像别人发财也是没道理的 这是我们的偏见 我强调这种偏见 有钱 政治当中赚钱绝对不是什么坏事 绝对不是坏事 好了 他的名字叫柏拉图 为什么叫柏拉图呢 他没有last name 那个时代是没有last name的 为什么你可能要去研究 就像中国古代的姓跟氏 听说也有一个复杂的过程 孔子的祖先都不姓孔 到了他姓孔这样 孔子爸爸叫孰良和 不叫孔孰良和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古代姓氏的问题 那相传柏拉图一名呢 这个名字是交体育的老师给取的 他的额宽肩阔胸厚 你看起来就应该是体育的健将 应该从小培里养成奥林匹克选手 对不对 然后本名为亚里士多克里斯 还好他不叫这个名字 不然跟亚里士多德 你觉得差别有很大吗 没有太大 那时候人都是什么克里斯之类的 在希腊 那他是大概20岁左右才就学苏格拉底 那时候没有现代的教育 所以那个就学到底怎么一回事 也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机缘之类的 因为苏格拉底喜欢在市场散步 喜欢在街上乱走 但当时雅典城大概也不大 所以可能就是在路上碰到 那苏格拉底但是在他28或29岁的时候 在柏拉图 然后苏格拉被猝死了 然后这个当然主词就是 柏拉图离开雅典 而不是他被猝死就离开雅典 我们的这个上课不是这种灵异的方面 然后他世俗游历13年 到过墨加拉 因为那时候你想你的老师 你最尊敬的老师在雅典被猝死 你觉得这地方还能待下去吗 然后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很多人离开故乡真的是情不得已 因为故乡不能容纳他 特别是先知常常就不能容纳 然后人家还给你一些坏名声 说人家不爱故乡 那就是很尴尬 这个每个时代都有 这个各位在这个时代也会碰到 然后学生推荐的就往西西里岛 去推行政治理想 那时候还没黑手党 所以比较容易一点 要黑手党以后 这事情就不太容易 不过还是一样失败了 有理想的人通常不太容易成功 我想理想的一个重要目标 就是让别人觉得很重要 而你在那边非常的孤独 就像一个灯塔一样 然后被国王卖到伊锦纳这个地方 去当奴隶 几乎上命 后来被商人赎回来 所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现在离希腊很遥远 所以不太了解 好 那他在雅典成立一个学校 所以叫做Academy 所以现在的Academy 这个字变成什么军事院校 或其他像中央研究院 就是用这个字的拉丁文 Academia Seneca 是一个拉丁文 所以听起来非常有历史 其实中央研究院的历史并不长 有没有一百年了 应该有了吧 或者快了吧 然后到了这个地方 叫Syracus Syracus这个地方 后来在美国 又有Syracus这个地方 从事政治活动也失败了 然后第二度往Syracus 要从事政治活动再度失败 所以现在政治人物 如果有柏拉图这种心胸 就没有什么关系 我最后呢 大部分都是对政治失望以后 专心学术工作 然后在朋友吃喜宴的时候过世 我想这是人的少数好的死法之一 就我们老师上课 上到最高潮的时候 他觉得很兴奋的时候 这最好的时候 中央老师然后退休了 然后参加了什么 庆祝孙老师退休 什么八十周年之类的 当然我退休不可能八周年 就是老了 不知道人家庆祝你八十岁 跟庆祝你退休八周年 是不一样的意思 但老了嘛谁知道 对不对 然后呢大家都酒悍而热之计 然后我就寂寞地走回家去 然后在转角的地方 就摔了一跤死掉 这是什么死法 对吧 死当然就应该在这种方式死 或者被什么 喝醉酒驾车的人 不小心撞死 这种死法真的是 全天下最冤枉的死法 上面都不知道 做了什么奇怪的事情 才会有这种奇怪的死法 总而言之 然后那柏拉图的著作 有的人会很认真分歧 我那讲义里面 也有写下来 但是我不是柏拉图专家 我就告诉你三个人的做法 三个人的做法都不太一样 那这个重点就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到底这个所谓柏拉图的对话路 到底是柏拉图还是苏格拉丁的对话 因为里面柏拉图基本上没有出现 他就隐身在那个对话 然后这个是一个德国的一个学者的说法 所以他认为对话表现 他如果我们要区分哪些对话路中 是苏格拉图自己的说话 哪些是柏拉图事项 必须对话分成三个部分 早期对话中期对话跟晚期对话 所以就刚刚前面分歧 为什么那么重要 然后呢只有早期对话 可以理解为历史的苏格拉图表述的记载 早期是记载老师的生平 苏格拉底的大部分事迹是靠这个柏拉图 还有就是色诺芬 这几个人的记载 不然的话我们就不知道 到底苏格拉底做了什么 相反的苏格拉底中期后期对话中 所讲基本上是柏拉图哲学 所以就是一个借壳上市了 就借着柏拉图之名 不借着苏格拉底之名 讲出柏拉图自己的想法 这很多老师过世以后呢 如果学生要阐述老师的说法 到底哪些是真的老师的说法 哪些是学生挂借壳上市的都很难说 马克思跟恩格斯 因为马克思死了以后恩格斯还继续活 活了蛮久的 所以恩格斯常常讲说 我跟马克思怎么怎么 那你都死无对证的 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后来研究了半天 说马克思说过 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这话不得了 这话他既然说过在哪 我就很认真地看书 就在哪呢 在恩格斯写给一个人的信里面 马克思从来现有的马克思文集里面 马克思著作里面 并没有这样的一句话 当然马克思文集是现他手写下来的东西 而不是讲出来的东西 讲出来可能讲过很多话 马克思一定也讲过 对不起我要上厕所 请等我一下 一定也讲过类似这样的话 但这话不会被列在重要的著作里面 这是一句跟他的思想完全无关的话 懂吗 所以马克思如果讲过 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这说当然前面还有一个故事 那为什么都没有被记载 只有被恩格斯记载 只有你在旁边吗 像佛经里面 因为佛陀的到底是表弟 还是什么 堂弟叫阿难的 都在他旁边 所以佛经要讲如是我闻 我就是阿难听说的话 这是一个说法 一样 就这种东西是有对证 还是没有对证的 那恩格斯所说的话 我就很认真的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历史无论的说法 恩格斯后来很多说法都说 这是我跟马克思一致的意见 我在文献上 至少在文献上 有个地方找不到是一致的文献 有一句话他说 我跟马克思除了这句话以外 什么都没说过 刚好就除了这句话没说过以外 其他好像都说过 所以有时候你要怎么相信一个人 还有说他相信那个文字 在什么地方表现 我一直觉得书信里面的话 当然在有检查制度的时代 书信里面的话到底要怎么看待 因为你会被检查 所以你能讲真的话吗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那在现在这种我们还处在一个 言论相对上很自由的时代 基本上讲话就比较能够直书心意 就是你自己想什么就可以讲什么 但在很多社会里面 他讲话还是要转几个圈的 所以那种话能不能信 还有那种私密的书信 我写给你的 不会有第三者看到的 不是公差信那种 那种信中的话要怎么去看 我觉得一直觉得这里面 应该要区分来看 我觉得恩格斯那样子讲 基本上要说服我是很难的了 说服很多人是很容易的 好他这里柏拉图有个他自己讲的话 说我年轻的时候 有过和许多青年大体相同的经验 这是他那个时代 不是现在这个时代 我希望一旦成年便可以 立即参与政治生活 当时这种情况正好发生变化 给我这样的机会 那时候遭到广泛反对的政府被推翻了 爆发一场革命 在这场革命中 有51个人组成了一个政府 11个人在成立 10个人在辟来恶私 分别管理市场跟处理城邦的日常事务 这事务的误应该打错 其余30亿个人掌握权力 作为整个城邦的最高统治者 其中恰巧有些人是我的朋友跟亲戚 他们就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政府 认为我适宜从政 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我当时还年轻 相信他们会引导城邦 从不正义的生活 走向正义的生活 并且管理它 这是他们的说法 所以我抱着极大的兴趣观察 今后的动向 很多人家的政治都一样 千古以来都一样 年轻人因为有热血 觉得可以改变 特别是把不正义的生活 走向正义的生活 这到现在为止都这样 所以后来有一些老贼 当然都知道年轻人是这样 所以就很能利用 年轻人这种义愤的心理 给你部分的事实 你就开始替他卖命 然而我看到 仅仅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 这些人就使得人们 重新怀念起从前的政府来 这是柏拉图时代 我不是要讲现代 不要误会 每次看到这种话 我就觉得天哪 柏拉图是什么时代人 认为比较起来 那才是黄金时代 所以让你开始让 现在的人怀念 以前的政府的时候 你就知道 现在这个政府 真的该下台了 自己该摸摸鼻子 免得这个很难看的 然后更重要的是 他们要控告我的朋友 年迈的苏格拉底 我毫不迟疑地认为 他是所有活人里面 最正直的一位 这个他当然写错了 他们强迫苏格拉底 和别人一样 去逮捕 并猝死一个公民 不管苏格拉底政府 愿意都要他参加 他们的政治活动 但苏格拉底拒绝了 宁愿冒一切风险 也不愿意跟他们 同流合污 我对这些罪恶活动 深感厌恶 于是就让自己 离开了这个弊端 不久 30人掌握了权力 跟他们政府就垮台了 讲到知识分子的无奈 因为有时候 这个大局不是你能够掌握的 虽然你觉得你跟真理 站在一起 但是跟真理站在一起 人是非常聊少的人 柏拉图的书里面 我们只能这样讲 所以大体上就算差的想法 有一个叫idea 翻成英文叫idea 这个翻译呢 其实有不同的翻译 但是因为有时候 在不同的学科 它的翻译也会不一样 这个希腊文 那这个英文就idea 或idels idea通常呢 学希腊哲学人 这个陈康跟杨世然 觉得应该翻成像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 在下像棋的时候 想到的 翻成一个像 然后姚立田呢 认为该翻成理念 这比较接近 我们现在一般的翻译 那有人翻译 像说是个理型 有人翻译是概念 所以你看不同的人 讲同样一个事情的时候 用的是不同的译 所以在阅读上面 翻译 也特别是我们 是一个后进国家 翻译是一个很重要的 影响我们认知的媒介 特别我们今天讲的是 知识社会学 所以对于概念的转换 这一点 我们要有比别人 多一点的敏感度 不然的话很难 很难胜出 所以这是idea 等一下说是什么意思 好 这里呢 这个杨世的说法 所以我们译成像 这个词 原文叫idea 或是idols 这是动词 这个我不会念 我的希腊文 没到这个境界 就是看到的东西 你看到的东西 它指的是一个客观的实在 而不是观念性的东西 所以你翻成观念概念 是不一样 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所以我赞成成康的意见 不把它译成理念 而译成像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原来的意思 如果你现在看到idea 就变成观念的东西 可是它原意不是观念的东西 你不能把它翻成那样 然后翻成一个像 就是表象的东西 你照相 就照那个可以看到的东西 当然有人声称 他们照到看不到的东西 那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前后的像论 说前期以斐多篇跟国家篇 会议理想国 后期巴米尼德代表 这个因为现在中国大陆 已经有了柏拉图的全译本 柏拉图全集 还有这个亚里斯多的全集 所以这个部分 大概比较容易一点 但是因为译者不是同一个人 想法也不一定 那他是相信 柏拉图相信有两个世界 我们处的这个世界 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 最完美的世界在另外一个地方 那个世界叫像的世界 我们所处的世界 只是感官世界 然后最完美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石油的东西 然后我们这个世界 只是一个物质的东西 那个地方那是灵魂所在之处 柏拉图是相信有灵魂的 那个灵魂跟我们现在 什么灵学相对灵魂 那是两回事 那这个呢 感官世界你感到的是肉体 所以呢 在他们的观念里面 我们称在此事 肉体会衰亡 随着时间来 灵魂呢 到时候会不断地游走 所以就算你在这个世呢 你的肉体结束了 你的灵魂还是在宇宙之间的 所以不用担心的 这灵魂是不灭的 所以对他们来讲 所以智者对于死亡并不害怕 因为只是你抛去的肉体 你的灵魂用另外一个形式会出现 那这个像的世界是强调理智的 那我们的感官世界是宿主感觉的 那感觉会有很多错误 这个你现在有心理学的知识 你就会知道画两条线 其实是一样长的 但那箭头往里跟箭头往外 你就会觉得那两条线是不一样长的 还有你的手摆在水里面 一只手摆在水 有温度水 一只手摆在那个 你感受也会不一样 所以那感官知识 基本上从很早就已经知道 感官知识基本上是不可靠的 你看那个一个竹竿掐到水里面 结果它是折的 那是折射的关系 不是竹竿到了水里面就变歪了 所以如果拿那个刀子要刺鱼的人 你就知道不要从你看到那角度刺 因为那有折射 它的位置不在那个 你看到那个位置 先往前面还要再往后面一点 这当然不是鼓励大家刺鱼了 只是告诉你感官的那个是不太可靠 那真正的知识都在像的这个世界里 而不是感官世界 我们的这个知识都假知识 然后这个像的那个世界强调是真的这个所谓的知识 我们这个世界都只有意见 都不是真的知识 所以真正的知识是在这个世界里 然后我们看到的都是意见 那这个好像在亚里斯多德还是谁 他的那个希腊文叫doxa doxa就是意见 这个好像是phronosis 怎么样 然后这个像的世界是一个原件 original 然后这个我们感官世界都是copy 这个是很著名的他这个划分 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古人里面就没有这种想法 还有四个线段的比喻了 这个他说用一条线来代表他们 将这个线分成两个不相等的部分 一部分相当于可见的世界 另外一部分就相当于可知的世界 然后按同一个比例将两个部分再划分 一部分是比较清晰的 一部分是模糊的 你可以看到可见世界的第一部分是由影像组成的 我说的影像是阴影 其次指在水中 在光滑平面上反映出来的影子注入此类的东西 他们对于这个物理现象的观察就非常的敏锐 那这个洞穴的比喻是最有名的比喻 这个说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讲 人类社会教育的本性跟没有社会教育本性 这个差别在哪里 社会教育 他说假设人类居住在一个洞穴之中 有一条长长的通的过道通向外面 所以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山洞 它跟洞穴内部一样宽 所以那个是一个正方形 你可以用想象的建构出它的 他们从海底时代就住在这里 从来没有出去过就住在洞里面 双腿跟脖子都被锁住 然后呢所以总是在同一地点 这是讲人的困境 因为被链子锁住也不能回头 只能看到当前的事物 跟他们隔有一段距离的后上方 有一朵有火在燃烧 所以在你的后面有一个小矮墙 是不是 然后那个墙上面有火在烧 在火跟囚图中间有高过两者路 对有一段路 所以是你要这样想 前面是人往前看 后面有一道路 有人说是墙 然后这边是有火 所以那火然后出口在这里 入口在这个底在这里 好沿着这条路间有一个第一墙 就是那个对就那个墙 就像玩木偶的前面那样堵住 他们在上面表现木偶的屏幕一般上面 好再想想 如果在自然的进程中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们用什么方法来摆脱束缚去掉谬间 因为你看不到你背后啊 你的背后才是真理之光 当某人有一天挣脱了枷锁 突然间站起来 回过头往外后面看 挪动脚步 抬头看见火光 它会感到剧烈的痛苦 因为火光闪耀炫目 它分不清楚 以前它看到的只是影子的物体 它只是看到其影子的物体 你原来看到的是影子 这是它真实的物体 透过光然后来展现 所以你因为没有回头 所以你看到的是物体 如果有人告诉他 以前看到只是阴影 而现在他靠近了实在 这具体的reality 他的眼睛转向了更真实的事物 所以他见到了更真实的景象 你想他会怎么回答呢 如果他的指导者也向他指出 每个正在通过的物体 要求他们说出这是什么 你想难道他不会产生迷惑吗 这个骂子打错了 难道他不会认为 他以前看到阴影 比现在是不是更加真实吗 就有一天你完全反过身来 你看到再也不是阴影的时候 有那火光你会受不了的 所以有时候有些 类似谍爆片 他会告诉你说 你真想知道真相吗 你知道你是承担不起的 那真相太可怕了 就类似这样你眼睛你的心灵 整个会承担不起的 武侠小说里面以前也是这样 那个大善人最后都是大恶人 所有的这个江湖上的乱 都是那大善人搞起来的 我后来看到这公式以后 就不太愿意再看武侠片 我再也不相信什么好人 那当然是年少时候的一个 错误的理解 他肯定以前看到的是更真实的 那当他被迫在直视火光的时候 他现在已经可以自由转 他的眼睛不是定会感到难受吗 他不是会转移目光 所以看他能够区别景物 并认为他们在各方面 都比现在正给他 只给他的要清晰 是的 再想想 如果有人用力把他拉上 陡峭崎岖的山坡 并且一直拉出洞穴 受阳光照耀 那你再往洞外去看 那阳光 他不是更加难受 也更加气恼吗 当他走出洞穴 看到阳光的时候 他颇眼花缭乱 看不清楚任何 我们现在叫做实在的事物吗 这是一个比喻 井蛙后来有一天 跳出那个井盘 就哇 这天可真大 我想这个 你有出国的人的经验 或离开家乡的经验 大概慢慢都有这样的想法 高雄人到台北来 现在在台湾变成北漂了 那以前在大陆 到北京去的人叫北漂 高雄人到台北叫北漂 也是这样 我的大一的时候 有同学从高雄来 就觉得我们台北人 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人 那时候没有人叫天龙国了 现在叫天龙国 那我 你看在天龙国待过 我后来到纽约去读书 哎呀 刚到纽约的时候 根本就觉得走在电影里面 我没看过雪啊 所以在纽约下第一场雪的时候 天哪 我们的兴奋 真的像小孩子一样 其他的纽约人看了雪都已经恨到不行了 我第二年也是 所以我第一年时候那种兴奋啊 雪花嘴巴就张开 觉得可以免费吃爆冰了 那种愚蠢的啊 可是那种新鲜 所以这个都有过经验 这种新奇的事情 好 所以他就是讲到这种真理之光的问题 这是很有名的故事 也就告诉你说 我们其实大部分时间被蒙蔽了 知识社会学 这个就算可以算知识社会学萌芽 只是你怎么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看到的是真理之光的东西 什么是我们眼睛无法承受的东西 你在那故事里面可以这样想 可是在真实世界里面 我们了解到 可以了解到吗 我们的感官世界 或从柏拉图立场 可以吗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辩证法 这辩证法因为到黑格尔 到了马克思 这辩证法好像就跟共产党有关系 好像就跟正反合什么的有关系了 正反合听起来就像正合下西洋 多了一个反制 正合正反合 好 早期哲学讨论一个主题 就是自然学 所以希腊人早先对天上都有兴趣 对人间事业没什么兴趣 苏格拉底加了第二个主题 就是伦理学 苏格拉底对天上事业没什么兴趣 对地上事业很有兴趣 柏拉图加上第三个就是辩证法 它就使哲学更完善 就思想上面 所以辩证法照这个逻辑 是由柏拉图想出来 那辩证法什么呢 一个辩证法是问答法 这个苏格拉底用的最多 孔子虽然号称是因材施教 但在论语里面 记载的问答并没有那么多 在这个柏拉图对话录里面 如果有机会看 那时候你看到你疯掉 你都不知道哪个是 哪个是苏格拉底说法 哪个是别人的说法 这一个 第二个 到后来你都不太知道 苏格拉底的意见是什么 一天到晚反对 你难道觉得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那样子 哦不是 不是的话 难道是怎么弄到你快发疯 这样 所以那个要 你的脑子非常清醒的时候 辩证法是问答法 辩证法的研究对象 就是那个像 研究那个所谓的像 那我们当然可以现在 用知识社会学观点来看 这就是一个真相的问题 那辩证法是纯理性的知识 或者是科学 这当然在希腊时代 这个跟我们现在意义的自然科学 是不一样 在布拉图辩证法中 划分跟假设的方法 具有重大意义 这话真的是说得很白说 重大意义在哪里 这是要点 好 这也是比喻 当灵魂之眼 被埋在奥非教神话 所说的野蛮无知的泥坑之中 你的眼睛本身是雪亮 但被埋在一个野蛮的泥坑之中 辩证法能仔细地将其拉出 并帮助它逐步上升 所以你有好的思想方法 别人都骗不了你 简单讲是这样 所以对辩证法 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让你逼近 透过方法去逼近这个真相或真实 这当然是很高的理想 那在希腊人里面强调这个善 或good 或goodness 跟知识的关系 善是整个理行 就是像 世界之至高无上的原则 当我们超越个别科学假定的时候 善是我们达到知识的最后的阶段 这个在中国的文献里面 大学说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心明 在止于至善 某种程度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希腊人要是碰到古代中国人 两个人会谈得很来的 因为都是强调善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的知识的本身 都跟善越来越遥远 很多人写志愿 很少人觉得说 我要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太大的贡献 小朋友的时候还会讲一下 我们现在的知识就是为了找工作 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那就是我们的知识 那跟善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没有必然的关系 我的观点总是 在知识系统世界中最后看到的 也是最难看到 就是善的理念 要认识到善 就必须说明 它确实是各种美跟正义事物的原因 这个原因呢 在这个等一下就会讲到 在那个时代原因有四种 其中有一个叫目的因 这个善就是所谓的目的因 我们现在已经很少 从目的来解释一个事情的原因了 但是在希腊人是相信这个 而且在建的事物的光明之父 可知世界中理智跟真理的最高权益就是善 任何一个要合理的处理 公务跟私人生活的人 必须要注意它 就是要为了善 所以这个后来这个你看这个像这个十年前吧 哈佛大学的那个正义那门课 Michael Sander 他那个还有其他的政治哲学家 在讲good以外讲common good 这个我看最近的一个翻译本写 共善common good 有的写共同利益 这个good其实已经不是利益的问题 利益共同的时候 可是要翻成共善 现在听起来 你当听久了是无所谓啦 刚开始听的时候是怪怪的 就像台湾现在国庆要什么 要共好 我还没听到共好这两个字 最近好像要说共好 这也是这个common good的中文 憋角的中文翻译 我觉得大同就是就很好了 就这样的意思 知识跟意见跟妄想的差别 意见是由基督律推论而得的感官知识 本身无确定性 我们现在的意见当然不是这个 我们现在的意见就是你随便想到的 民意调查给你的一个选项 这叫意见 妄想而是幻觉得到的感官知识 我们现在不是医生不敢乱讲 人家是幻觉或幻想 这里在国家片 国家片是现在的翻译 以前都翻成理想国 你还像以前那样满足四种划分吗 第一个部分叫知识 第二个部分叫理解 第三部分叫相信 第四部分叫猜测或想象 所以他把这个分得很细 后两部分呢 就是相信跟想象 就是意见 前两部分是思想 所以思想意见是分开的 就在前面那个像的世界 跟感官世界里面 有这样的区分 意见是关于变动不居的事物的 而思想是关于本质的 这个本质好像也是 idol是那个字 他们的言细可以这样表述 本质是对变动事物的关系 就像思想对意见的关系一样 而思想对意见的关系又好像 知识对于相信 理解对于想象的关系一样 这是一个对称的概念 但是这个已经很多 跟我们现在的意义不太一样 我只要强调一下 所以它有这样的区分 我们简单只能这么说 还有呢 我们现在觉得学习是学新东西 对他来讲学习就是回忆 就是学旧东西 你在一个像的世界里面 早就学过的东西 而灵魂是不朽的 并且多次降生 所以见到过这个世界上 即下界 世界跟下界 下界是一个 可能是地狱的想象 所以具有万物的知识 毫不奇怪 灵魂 你的灵魂比你想象要更厉害 它当然能够回忆起 以前所知道关于德性 跟其他事物一切 万物的本性相近 灵魂又知道了一切 就没有理由认为 我们不能通过回忆某一件事情 这个活动一般叫 学习 所以你现在所谓的学习 只是回忆你的灵魂 在另外一个世界 或者另外哪个世界 所早已经知道的东西 只要我们勇气不倦的研究 由此可见 所有的研究 所有的学习 不过只是回忆而已 这他很特别理论 没有人相信这种东西 柏拉图深深相信 我们现在没有人相信的 除非真的你相信有前世 那你这次来干嘛 所有事就是为了第一事 然后去回忆它 那活完第一事 这次就可以不要了嘛 干嘛要回忆它 后面不都浪费吗 不觉得 我们这个中国人还想说 怎么人死后还喝了孟婆汤 所以你忘掉了一切 少数人能记得前世 就是他没喝那个汤 或者喝的成分不纯 可能喝到假货 所以你就记起来了 所以这个前世啦 穿越啦 都是在玩弄这种 这种文学的想象 好 这个学习及回忆 如果我们生前获得知识 在初生时被我们遗失了 然后又透过感官的运用 再次获得我们以前所有的知识 那我们就称为学习过程 这事而复得的意思 不就是对我们本来知识的回忆吗 我们就可以正确称它为回忆吗 所以这是那个时代人的想法 还有灵魂呢 灵魂可以投生九类人 这听起来已经快像佛教徒了 而灵魂呢 初次出生 初次第一次出世 不能投生为受类 中国的这个通俗佛教的想法 是有畜生道的 畜生道跟人道 没什么太大差别 都是不好的 你最好不要堕入六道轮回 所以你看以前觉得 投生畜生不好 你现在如果投生狗类 活得第一个 可能比人都还舒服 还有猫类 你如果是长得很可爱 那那个舒服度 绝对胜过你作为一般人 特别不用学习 不用考试 对吧 不用上学 多快乐的事 你每天只要装可爱 主人就就 好可爱啊 觉得非常疗愈 你看 你连医学院都不用念 人家就觉得你疗愈 见到真理最多的灵魂 就投生为一个哲人 爱美者 音乐家或钟爱者 你见到灵魂 真理最多的 第二流的灵魂 投生为守法的君主 所以还是把君主很看得上 但前面责任是比君主高的 战士呢 或者领导者 这是第二流 第三流的灵魂 成为政治家 经济学家 或贸易商人 第四流的 这当然跟钱 跟权力有关系 第四流灵魂 成为体操家 你看那时候多重视体操 跟医生 体操家跟医生 现在我们几乎不能比的 第五流的投生为预言家 或祭司 第六流是诗人 跟其他模仿技术家所示意 第七流为匠人跟农夫 第八流为智者或煽动家 第九流就投生为一个建筑 所以这建筑也是一个君主 但是一个比较差的君主 好 这是他们对灵魂 有九种灵魂 然后灵魂有四种功能 灵魂还有四种不同功能 第一个是思想 相应于最高理解 Dianowia的第二 理解是第二 相信是第三 最后是想象 思想理解 相信想象 这跟刚刚在那个地方提到过 最后一个我们 你如果学英文 有所谓的天鹅之歌 天鹅之歌通常就是一个人 特别是音乐家 或者一个人在死之前 所做的一些言论 或者有时候真的是唱歌 那个苏伯特有一套歌曲集 就叫天鹅之歌 Shmanenge San 所以天鹅平时也唱歌 到临时的时候 知道自己就要见到 主管自己的天神了 快乐的影响高歌 唱出了生平最亮 响亮最动听的歌 可是人只是为了自己怕死 就误解了天鹅 以为天鹅是为死而悲伤 唱自己的哀歌 人家快乐 你听人家悲伤 你真的是参加婚礼 你都觉得人家唱的是哀歌呢 他们不知道鸟儿饿了 动了 或者有别的苦恼 都不唱歌的 就连传说出于悲伤而提叫 夜鹰 燕子 或者戴胜 也是这样 这我不知道戴胜什么意思 我不信这类的鸟儿 是为了悲伤而提叫 天鹅也不是 天鹅是阿波罗的神鸟 我相信他们有遇见 他们见到另外世界的幸福 就要降临了 就在自己的末日 唱出生平最快乐的歌 我不知道现在动物学家 怎么去评论这段话 但这是被拿来装文学的 一个比拟的用法 天鹅之歌 好 那这是柏拉图对于这个 跟知识相关的一些概念的说法 特别是两个世界说 这个其实影响到后面很多的想法 好 那接下来亚里斯多德 亚里斯多德理论上是柏拉图的学生 那他很有名 但是柏拉图的对话录很好看 亚里斯多德书就是很硬 你要在心情很好 头脑很清楚的时候才能念 他在柏拉图的学院读书一待就二十年 那这二十年当然不是只有读书了 显然也帮一点忙吧 可能当一点助教吧 什么之类的 因为他的父亲 是马其顿王朝国王 亚米达斯的御医 所以后来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是亚里斯多德的学生 是这样来 他们家有一点跟皇朝有点关系 然后在三十七岁的时候柏拉图过世 学院就有外甥这个人 什么斯匹尤西帕斯纪人 亚里斯多德离开雅典 受到赫米亚斯邀请 前往小亚西亚的阿索斯 并且呢 在和赫米亚斯的侄女 辟里亚斯结婚 然后受到马其顿国王菲利普邀请 当十四岁的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 然后亚历山大继承了菲利普 成为马其顿国王 亚历山亚历斯多德就随他到了雅典 亚历斯多德在来西洋教室 在Lyceum 后来法国的中学 也叫Lyceum 但跟这个字的字根是有关系的 那亚历斯多德直至因为叛国最被刺死 亚历斯多德跟亚历山大关系就恶化 其实你直至叛国关你什么事 对不对 古代人大概相信是有关系的 61岁亚历山大逝世 亚历斯多德的拳击 我等一下会讲到这本《工具论》 那工具论呢 有了工具论的基础 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新工具论 因为这个是跟着这来的 那这是培根的东西 这是比较早的版本 然后这是后来大陆的翻译版 这是培根的另外一个书 叫《学问的进展》 那后面我们还会讲到迪卡尔 这是我念大学时代 《新潮文库》的这个方法导论跟陈思集 那时候的这种翻译呢 大本都不能当学术用途 大概可以当成一个入门的书 因为那时候真的很缺乏 那后来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 这个书就比较多 你看这是我更早以前 这十块钱一本 台中的一个书店出的陈思集 那字很小 那时候人眼睛不坏 真的也没什么天理 这就是你讲那个时代 民国六十年 1971年 这是跟着差不多时代的书 那这是在美国 你可以很容易买到的 这个早期的迪卡尔的 哲学著作的几本之一 这是第一册 那迪卡尔书是很容易在大学里面 因为是必读书了 所以这是美国里面讲到这个方法 方法导论跟陈思集 这是另外一个版本 因为这个几乎都不用版权了 那是中国大陆的第一哲学陈思集 跟这个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 大部分人都会记得是陈思集或者是那个 很少人注意到这几本书 其实这几本书相对于是在知识学来讲是比较重要 亚里斯多德 他有一本书叫《工具论》 刚刚秀过的中文书 这边是介绍这本书的组成的问题 第二个是这本书里面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 这观念后来在别的书也一直出现 这个其实是在我们近代 有了西方的因果解释 或者叫casual explanation之前 西方人一直相信的 这个叫四因论 四种原因 那这边说 当知道原因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有了科学知识 所以在这里 当时的科学知识是要追求原因的 只要你知道原因的 那你就拥有这知识 那有四种原因 第一个可下定义的形式 它这里还没有叫做形式因 第二必然产生后向的前向 就是你怎么样会产生一个后向 这个我们到现在为止 这个自然社会科学里面也是 所谓因跟果的关系 就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那第三个是动力因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 第四个是目的因 刚刚有讲过 那我们现在大概 多多少少 大概只有动力因这个 加以事实上解释 是我们现在还在接受的 好 那这个范囚篇 它有讲到这个 我比较了两个人的译本了 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 这个因为它对于这个思想的 那个考虑都要很精确 这个在中国的书里面 除了几本 我们现在看不太懂的莫子的莫辩 讲逻辑的之外 大概已经很难有这样子的讨论 那这个是我从别的书上 在网络的文章看到的 这个相关的译文 你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译文 当然这位写作的人 这个刘创富先生 参考了有希腊文 拉丁文 英文 德文 还有中文的译名 这个主要是要跟这个 亚里斯科说的范囚论 有这个十个范囚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的这译名 这也是根据前面来的 那到底有哪十个范囚 就我们认识外在事物 是基本上是看这十 以这十个为主 第一个就是判断的量 就全称的或特称的或单称的 因为我不是这方面专家 我就没办法细一步细说 另外就直方面 我们现在还有量化跟直化 这种研究 跟这个区分有点关系 直就是肯定的否定的 或者叫无限的 为什么是无限的 光看字面我是不太理解 还有这什么样的关系 这定言的关系 就categorical 然后hypothetical 就是假言的关系 还有一个选言的关系 这个翻译 大概就有点古老了 还有这什么样的modality 它就要这边翻模态 是必然的 时然的 还是这边又有一个 或然的或者时然的 还是必然 这总共是 这是康德的十二范畴表 讲错了 那亚里斯多的十个范畴呢 我落掉了吗 漏掉了吗 哎呀 十个范畴好像漏掉了 讲义里面有了 但我做这个的时候 把它漏掉 康德是十二个 就量的范畴 直的范畴 关系的范畴 跟样式的范畴 后来很多人觉得社会学的那种行动的分类 什么的分类 韦伯的什么 都是所谓新康德学派 是以这个为主 你在很多的分类 还是以 怎么到底是单一的 复数是量的话 是单一还是复数的 直的话是实在还是否定 还是限定的 这样子的 关系呢 到底是一纯的关系 至纯 还是因果性的关系 还是共联性 我们现在所谓的共联性就是相关了 因果性就是因果了 那一纯性跟自纯性 你就不太知道 现在我不知道你们学的研究方法 两个事物之间 一就是有关系 一个就是没有关系 这第一大分类 对不对 有关系一个就是相关 一个就是因果 然后因果里面包含了相关 然后包含了时间的先后 还包含了没有虚假关系 我们以前是这样 所以大概你在研究法里面 不管用什么样的技术 最后你就要证明这个 到底是一个 当然证明因果关系 是比证明相关关系 要来得更精确 因为相关 那相关什么都相关 这说的等于没说 社会学的不相关的东西 相对也是很少的 那这个如果照那个 那这个依纯性是什么关系 这也是一个 从这个几个逻辑上的可能性来讲 是不太那个 那另外可能性跟不可能性 存在跟不存在跟必然跟偶然 这几个 这十二个东西 是我们在认识外在事物 大概逃不掉的一个 判断的一个像眼镜框 眼镜一样的东西 对这也是康德的 那为什么我把亚里斯福的漏掉 还怎么样 好不管 第二个在分析前篇这个里面 他就提到了三段论 这个你学逻辑都会讲到 所以这里我只是告诉你一个出处 这样子 那什么叫前提 有大前提小前提 对不对 我就不多说了 那三段论 一般讲的最简单就是 人都会死 亚里斯多德是人 或苏格拉底是人 所以苏格拉底也会死 我每次学着那个逻辑的时候 觉得苏格拉底好可怜 被拿来做这种 你应该说人会死 好人也会死 坏人也会死 可能这样子会有意义一点 好这是三段论法 这个就已经告诉你这种东西是一个真理 可以透过三段论 然后这边还有什么中词跟端词 很早以前他就想这些东西 中国人没有想过这个东西 没有想到思想是怎么样正确的 符合道德就可以了 像孟子那些 然后在形儿上有这本书 这也是很重要的这个书 亚里斯多德书 Metaphysics很有趣 这我们现在翻成形儿上 它其实有一本书叫Physics 现在当然翻成物理学了 以前也翻成 可是跟以前的 跟现在物理未必相关 然后Meta是在物理之后 原来是在排在 物理学在前面 它排在后面叫物理之后 不知道该怎么样 给这样的东西给一个名称 就叫它Metaphysics 所以它没有一个名字 它的名字根据前面这个名字来的 没想到后来 这就变成一个专名 就变成形儿上学 或者有人翻成玄学 但这个在台湾玄学 又变成是另外一种学问了 跟灵学有点关系 所以那已经不是 我们一般所谓的学术了 那已经是所谓的 民俗信仰的东西 那特别提到说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 这个孟子说那些道德 侧隐之心 慈让之心 那四端是人的本性 他觉得求知是人的本性 孟子就没有讲到求知 你可以看到古代哲学家想 然后人跟动物有什么差别 孟子说人是预期有姬西 庶民存知 什么什么的 庶民去知 君子存知 好像是这样说吧 那讲大概是道德了 动物凭借记忆现象 跟记忆而生活 很少相关的记忆 人类还凭技术跟理智而生活 特别强调理智的力量和技术 所以在古代 有一个拉丁文叫 Homo Faber 就是工具人 不是你们现在工具人的工具人 大概你们的工具人 可能也来自这个 Homo Faber 人之所以异于青色 就是人会使用工具 当然你看一些心理学影片 有些星星吧 还是猿类 会使用工具拿到 他本来用手不能碰到的东西 你如果摆一根棍子在旁边 他就会了解 拿这根棍子可以触到香蕉 什么之类的 我看过类似这样的 那个技术 星星就有 那人类那就更厉害了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 看的连续叫百战天龙 百战天龙 他马盖仙可以用手边看到的任何东西 就可以解围这样 所以以前我跟我太太聊天 说如果你现在荒岛上 你最愿意跟谁在一起 这理论上 对 理论上这应该是个非常浪漫的 说你啊 对不对 结果我太太说马盖仙 我说我也是 所以我们跟 我们夫妻两人会跟马盖仙 一起在荒岛上 所以不要经常 这个浪漫有时候会转到 另外一个话题去 经验跟技术 他这边强调经验是个别知识 技术为普遍知识 这个我们现在的分类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现在那个讲到经验 empirical这个字眼 在台湾早期 empirical字眼呢 不当地被翻成实证的 所以叫empirical research 叫经验研究 就被翻成实证研究 那有些对理论有兴趣的老师 就很痛恨经验研究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觉得经验研究啊 都是只述动一些小的细节啊 不重置理论的思考啊 这样子 然后如果照这来讲 经验只是个别知识 然后技术才有普遍知识 可是现在 当时他翻成理论 所以呢 我们当时对社会有兴趣的人 大概都是对理论有兴趣的 不是对于研究方法有兴趣的人 当然到了业界 然后因为生活或手逼或手困 或者还不到业界了 到了博士班 美国的博士班 你就开始知道念理论不是 真的是几人能够啊 真的能撑下来是很不容易的 我自己就学了三个学期的理论 学完了成绩都在B减 还被老师说 我觉得你不适合念理论 我那时候统计再烂也有B加 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颠倒的事件 我觉得那种没有学问的东西 没有营养的东西 既然我可以得B加 我还不用花多少时间 当然很多人就觉得说 你既然不用花多少时间 都可以得B加 你再努力一点 你就可以得A加 然后就可以在美国交统计了 对吧 华人就是靠交统计活下来的 这样 本人就不信这个邪 我也不信我要在美国交书 所以后来就这样 后面的故事就是故事 强调的 所以那时候被教导 对经验研究要很看不起 这当然是错误的啦 这当然是错误 但等到理解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等我当老师的时候 很多学生还是这样想法 所以对于研究方法 对于统计非常不用心 也不觉得那是一个什么重要知识 觉得那是技术 你如果在希腊时代 技术就是普遍的知识 当然后来很多人都吃亏了啦 真的很多人都因为悟性的这种偏方 思想界或学术界也有很多偏方 很多人因为相信老师 然后老师相信偏方 所以后来那一代人就垮了 我觉得知识应该balance一点 像营养一样 吃什么都要有一点 不要偏食 这也是一样 所以经验研究变成实证研究 我们下礼拜讲到孔德的时候 会特别告诉你 实证到底是什么意思 真的不必要 我们现在讲的实证 跟孔德讲的实证 基本上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真是好可怜 好 我们认为知识跟理解属于技术 知识跟理解属于技术 这个我们现在观念 好像技术是一种前知识的 或者一个你会用就行的 跟知识没关系 你只要心灵手巧 你就会讲不清楚的 好像是这样 它不属于经验 那是跟我们现在想法不太一样 我们认为技术家 教职经验家更聪明 智慧是由普遍认识产生 不从个别识产生 这个我觉得是个偏见 前者知道原因 后者不知道 所以重点是因为知道原因 你知道吗 他后者不知道 凭经验知事物之所以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 技术家则兼知其所以然之故 所以对技术家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然后知其所以然者 能够教授他人 不知其所以然不能教 所以与经验相较 技术才争知识 技术家能教人 只凭经验人不能 这个跟后来的事实 也不完全一样 有些知识 他不能教人 他就你看观摩 然后师徒制 你就看他怎么做 他讲不出个道理来 但是你就是观摩 包括这个少林式练功夫 你去了先扫地 先扫了好几年 那扫地干什么 扫地是功夫吗 对他训练来讲 要模拟你的个性 模拟你的心态要正 像我们现在教学生 都不扫地三年 就让你学了 所以很多学生心态并不正 然后觉得急 那以前多的是时间 你就慢慢学吧 所以少林是最有学问的人 常常是那扫地的人 功夫最强的 常常是扫地的人 你看他在那扫地 他已经捉摸出来 扫地对于力的运用 对于什么的运用 他已经捉摸出很多东西来 所以只凭经验的人不能 这是当时的想法 当时的想法 所以很多什么不传之密 或者师父要在什么 秘密屋子里面 才能告诉你的 我觉得这种已经落伍了 人类经验如果要传承 最好就是大量的快速的 把你所知道的放上YouTube 或放上这种 然后大家就可以学得到 就不必 你要台大老师 你要台大学人 才修到这个课 你要怎么样才修到那个课 我觉得人类知识 没有那么大幅度的进步 就因为太多的知识 没有传下来 太多的技术没有传下来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因为我们人类要看成整体 你不能就说 别人学到了 我好像就没有了 我觉得这是 我个人是非常不赞成的 所以我的那么多课 放在网路上 这也是很多老师 不会做的事情 很多老师也想象不到的事情 很多人都以为我要退休了 所以赶快把课放上去 这当然也是原因之一 但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是 如果真的有人愿意修这门课 他就可以好好地 在他选定的时间 好好地修这门课 不一定到现场的人 才是要修这门课的人 另外他觉得知识 起于闲暇 有闲的人 在这些发明相继之后 出现了既不为生活所必须 也不为人事快乐为目的的一些知识 然后这些知识最先于 人们开始有闲暇的地方 数学先行于埃及 所以刚开始数学 虽然有些老师会告诉你 这跟什么 尼罗河泛滥 然后他散出那个泛滥的面积 所以会出现几何学 有关 他的解释 亚里斯多德比我们还接近埃及人 他认为那边的僧侣 阶级特许有闲暇 没啥事要干 要干的事情很少 所以有闲暇 少林寺和尚也是 又怕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所以就要练功夫 然后就练成那样 少林寺也没有因为 什么讲经出名 对不对 照着也是佛教徒 应该修行这么出名 就他功夫出名到今天 很有意思 智慧 什么叫智慧 我们通常认为 知识跟智慧是不同层次的 他这里要探讨主题 是用阐释事物的原因跟原理 所谓的智慧 所以你的智慧 就是知道原因跟原理的 就是智慧 知道特别是原因 就是科学 对吧 所以在亚里斯多德 非常非常重视原因 这点是到今天为止 都有一个传承 大部分人也在说 你知道原因 你就能够改进它 你就可以消灭了原因 那很多时候 我们不了解原因 或我们拼凑出来的原因 并没有完全拼凑出 原因的全貌 那你还是不能解决它 其实现在统计 我当时在学的时候 就很纳闷 说好吧统计可以算出 这个英国的 这个叫什么 R square 英国系数 英国系数为什么都很低 就算是作业 做出来英国系数 也没有高达到9 0.9 常常3.3 什么之类的 那么低 那表示说还有 1减掉3.3 6.7 是没办法解释的 不是吗 就是你的考虑的变相 显然太少 少到只能解释3.3 如果我们都假定这统讯都没有问题 我们就要极度纳闷这样 极度纳闷 所以好 原因 然后呢 对上述所说 有经验的人 教职只有感官 人为富有 有技术的人是比较有智慧 因为他懂的原因比较多 技术家又叫经验家 大将是叫做工匠 富于智慧 而理论部门的知识 比身材部门更有较高智慧 很明显 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因原理的知识 那这个刚刚讲到 原因原理的知识就是科学 所以智慧就是科学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推论 然后学术优劣的判准 第一个是普遍性的问题 第二基本原理的问题 第三个是原因跟终极的问题 这是他下面的论断 我们简单的就这样说 告诉你说他在那时候就设立了一个标准 然后另外刚刚说知识起源于闲暇 这里面告诉你说 知识起源于对自然万物的各种精益 是这样的 所以只有这样才能够产生那个 我最近读到一些文章 德国诺贝尔奖的大师 都觉得记忆相对的人不是最重要 创造力是最重要 想象力是最重要 记忆力相对的人不是最重要 那AI就可以做到 AI考大学 全世界大学任他选 如果只考记忆的话 所以我们人要训练成像AI一样 那是一条死胡同 你绝对不可能比AI还记得多 所以创造力想象里还有好奇心 你必须要有好奇心 所以我那天在教师节那天 我收到一个很特别的学生 写给我的一句话 他也抄别人来 他是抄的是西班牙文 他翻成英文 所以一个好的老师 不是教你很多东西的老师 是引起你的兴趣 去想知道好多东西的老师 我也不知道他是骂我 还是赞美我 没说老师你就是那种啊 加一句这个嘛 教师节了嘛 对吧 偏偏我们也快乐嘛 也只是快乐那一天 又不放假对吧 所以好奇心这一点 在我们现行的教育里面 基本上是被扼杀的 就算在学术界 你要走出 跟大家不一样的道路 鼓励通常很少 特别不会有政府的鼓励 你做着干嘛 科技不会补助你 你怎么不做主流的研究呢 你做这种偏流的研究 有什么用呢 那大家都做主流研究 那偏流谁来做呢 万一哪天主流就变成逆流了 那还有谁 对吧 这总会有逆流的啊 我都觉得说应该多项发展啊 你不应该只补助主流啊 那主流 尤其是自然科学 很多主流 第一个发现以后 第二个发现人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你花了很多钱 结果你的发现比别人晚 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等于做白工 所以这个 其他自然万物的精益这一点 我们怎么样 让学生对于周遭的事物 是有兴趣的 他会觉得 对啊 为什么是这样 然后会努力去找答案 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 与其告他一个答案 可是我们的整个教学 通常都不太是这样 你看诗音说又来了 他说呢 这个诗音说 第一个就本体 一级整事 这当然翻译的很 很原始了 为什么 只在求着解说 最后跟最初的一个 为什么 指明那个原因跟原理 这叫本因 他们会强调 所有事物的发生 都有一个原因 那么往前 最终于第一因 什么东西都在动 那第一个让动的那个东西 prime mover是什么 当然有基督宗教 就说那就是上帝啊 没有 那是什么 有一个那个东西 那这叫本因 那另外呢 物质的底层叫物因 形成这个的 material cause 动变动的来源 叫efficient cause 这个如果你认认真真读 托尔干的 社会学方法的规则 里面就有一句话 当然那是英文的 我不知道中文有没有办法 就是你注意一下 他就讲到efficient cause 那时候我就不太知道 为什么cost要加efficient 那时候没有读这个 亚里斯多德 他也没说这是亚里斯多德 后来多读了 也说的时候 啊哈 原来他的这想法都有根源 那我们不从那个文 不从那种文化资源出发 我们当然就不知道 动因 efficient cause 的那个 的这个出处是哪里 那第四个 啊 与目的 与本善 因为这是创生动变的 终极的原因 所以叫做 ultimate cause 这是终极原因 所以这诗音说 他又这里讲的比上 那个原来分析前篇里面要 然后这个部分呢 这是我看书看到的 后来补充的 这是在亚里斯多德行上学 因为我在家里 没有行上学那本书 所以我在做讲书的时候 就是参考别人 这别人呢 现在就是wikipedia 这个基本上wikipedia 我很尴尬 我得必须这么说 在我不懂的东西 我从wikipedia学到不少 在我懂的东西 我觉得wikipedia的问题还不小 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wikipedia 你知道吗 我只能把它当成一个指引 然后告诉我 譬如说思想三大定理 我以前念逻辑的时候学过 但我真的不知道出处在哪里 或者我知道是亚里斯多德 但我这个人有另外一个 我希望知道是哪本书 哪一个章节 我要去看 结果呢 他就告诉我是在第四卷 第四部分 然后就赶快找到书了 然后昨天亚马逊买到书 也寄到了 所以第三 可是第三家没有用这样的名字 这是我们现在给他的名字 他并没有这三个定律 叫同一律 A就是A 叫同一律 law of identity 或者矛盾律 其实应该翻成不矛盾律 就是不能同时既是又非 他写既是又不是 所以叫non-contradiction 或者有时候简称contradiction 第三家排中律 要不然就是 要不然就不是 没有中间的选项 当然到后来 这个答案不是只有yes or no的时候 当然就会有中间选项 我们以前有学到多值逻辑 一个二值就是yes or no 然后接下来就多值yes or no or maybe 或其他的这样 所以这是思想生态定律 就是一个命题不能够没有 不能够呢 那中国人就没有想到这一些 这个呢 想法一直影响到欧洲 到今天都还 都还逻辑速度还交到这个 所以亚里士座的思想在欧洲中古黑暗时期是唯一的明灯这样 但是唯一的明灯也就是他们只能看这个其他东西不能看 那其实欧洲中古是黑暗 这个完全没有考虑到伊斯兰教的影响 在伊斯兰教的那个世界里面它是光明的 只是因为基督宗教不愿意承认伊斯兰教光明 只好说因为我们中古世纪 我们的基督宗教没怎么样发展 所以一千年黑暗 一千年黑暗那是你家黑暗啊 别人不黑暗啊 对吧 你家停电那怎么就怪其他人没电呢 这是 物理学这本书也有诗音说 那刚刚那个其实已经解释的蛮详细的 那这个你看 所谓的原因之一啊 就是那事物由之而生成 并且呢继续存留其中的东西 如青铜对雕像 我们现在很少把青铜是雕像的原因 青铜的材料是雕像 白银对酒杯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种 种是呢 Genus那个字 生物学的分类 不是打错的字 另外一种原因是形式跟模型 就是适其所适的原理 跟他们的种 就那一类东西 如八音度中的二与一的比例 那以前的音程的比例是这样 一直二分之一 一直二分之一这样的 所以后来他们有半音 我们中国人好像没有半音 我们只有五音什么之类的 所以好像弹钢琴的话 中国很多音乐可以在黑键上就弹出来 完全不用到 用不到白键 我的听说是这样 这个如果有错的话 希望大家不要太相信我 因为这不是我的专长 再一个就是运动跟禁止 有已开始的本源 策划者是行动的原因 父亲是孩子的原因 我们现在很少说父亲是孩子的原因 母亲也是不是吗 怎么就父亲是孩子的原因 一般而言 制作者是被制作的原因 变化者是被变化的原因 你看他那时候人讲话是这样 别往这里几千人的讲话 最后一个原因是目的 就是说所谓的东西 健康是散步的原因 如果为他为什么散步 他回答为了健康 这个也是没错的 但是这样的话 原因就在目的 这个原因就是在时间的后面 你今天为什么带伞 又没下雨 气象报告说下午会下雨 所以你做这件事情 你带伞的原因是因为下午会下雨 所以这里有 就是在时序上面 阴不一定是放在前的 而是放在后 如果根据这几个 接下来就讲培根 这已经是欧洲 这个算文艺复兴时代了吗 16世纪的人了 他是英国人 反正他念书念不错 然后他父亲也是一个高官 所以他也受到这个影响 但他当然当上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官位 或者是职位 好像是跟律师有关 那他有名的是出版散文集 所以大家很多人在年轻时候 都念过培根散文集 那培根散文集是用 比较古的英文写的 所以你要用英文去念培根散文集 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除非是改写的 然后他有出版学问的增进 就这个 这边翻成学问的进展 以前看到书名 都不知道他在写什么 现在有机会至少看一下 不管看了懂看不懂 然后他也结婚了 没有小孩 但婚姻生活美满 好那他也有这个 另外一本书 五九岁的时候叫新工具 刚刚讲过工具是亚里斯多德 然后西方人当时 这个老外也非常有趣 明明不是他们英国的东西 都说是他们的东西 这明明是希腊人的东西 应该是希腊人很骄傲 你们英国人干嘛 帮我们希腊人当你们的传统 这在我们这种文化里面 常常觉得 那不是我的传统 人家西方人就没这个问题 只要是好的都是我的传统 嘿嘿 我们是好的送给你 我不要 跟我的政治理念不合 这样 然后他另外一本书 其实也没有 叫做伟大的复兴 这本书没有看到综艺本 我看过英译本 这个看不是看内容 是看到过英译本 不是英文本 然后那还有亨利第七统治史 风的历史 真的假的 这听起来像宫崎骏的 什么东西这样 风之谷啊什么的 还有未建立 其实去世的自然史跟实验史 建立哲学基础 这听起来都听书名都不知道他在写什么 还有生死的历史 然后他六十五岁都过世 然后他的那个死后著作叫 新亚特兰提斯 这是一个科幻的著作 他就 他写了 但很多人还相信的是真的 说原来有个岛在大西洋那边 所以大西洋为什么叫Atlantic Sea 就是这样跟着来 他写了 他说这个 那个有一个岛快沉下去了 那个岛上的科技怎么样 怎么样进步 所以后来常常还有人拍的电影 就是那是一个海底城之类的东西 现在海底城是一个火锅店名字 海底捞 对不起 我觉得 人家是把它当成科学的东西 我们就把它拿来吃了 这中国人的文明大概就在吃上面 发展到极致 就不可能再搞别的 这样也对了 让别的文明有些事情干 这边有些译本 这个 我大概没有这个译本 好 那早先的译本真的不太容易看得懂 就算有译本 天数差不多 这边讲到知识跟权力 这在福科出现之前 最有名的说法就是他的说法 但说法略有不同 他说人类知识跟人类权力是合而为一的 但是你看上下文 好像这样开发自然权力 这个好像就叫天宫人带 在这个 就是说老天爷要给你的一个自然环境 那人能够把自然环境改造成适合人的样子 在我们上次礼拜讲到中国人的故事里面 就讲到愚公移山 虽然非常反对这个故事 但是好像都要把在小学里面当成一个很有毅力的一家人的故事 我觉得在这个重视环境的时代 这家人的故事最好不要再讲了 这家人根本就破坏环境 什么地方不好住住在山前面 然后说山挡住你了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群 心不生家庭都不会这样 好 所以这里的权力不是人际关系 那那个知识跟权力 那个slash权力横杠 那个横杠老年已经过世了 这个复科就不是这样子说法 可是也是用到这两个 大家都知道知识跟权力是有关系的 谁掌握知识谁又掌握权力 那些掌握哪方面的知识 另外还有对自然的预想跟对自然的诠释 他要强调要正当而且严谨的方法来研究自然 我们到了明朝 在他以后几百年 或者差不多时间嘛 毕竟几百年 王阳明呢就坐在一个竹子前面 坐了七天 希望了解竹子的道理 王阳明大概那时候 中国大概少数数一数二排行聪明的人 结果做这么笨的事情 你就知道 这个文化基本上在那个时代 已经是没救 已经是没救 坐在那里就能想出东西来 七天 还是隔出病来 人家就已经想到要正当严谨的方法 你要研究竹子 你是不是有别的方法 不是坐在那里看着竹子 竹子会告诉你 我是这样成长的 你是什么科幻故事吗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很可惜 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被陷在一个理论的一个世界 好 那个自然的预想 就平常人类将理性应用到自然事物 所得到急躁而不成熟的结论 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有些经验之谈是有道理的 有些经验之谈可能是没道理的 大家都不区分 就说古代不是有说过吗 古语有云啊 不是有人这么说吗 我教爱情社会学的时候最常听到 说老师不是有人说吗 治疗一场恋爱 失恋的最好的方法就再去谈一场恋爱啊 我说那那个人现在死哪去你知道吗 真是 我说你把另外一个人当什么人呢 大家都是为了别人的情商而存在的吗 真是 自然的诠释是透过正当而严谨的过程 将理性运用到事实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在16世纪的时候讲出来 我觉得这是让我非常佩服 另外还有就反对亚里斯多德工具论中的演绎法 很多人认为演绎法是没有增加新的学问 你就已经在那个系统里面自己绕自己绕 然后提倡归纳法 强调经验要先于结论而做 这几个是因为换行的关系 没有缺制 所以你要归纳法 各个事实都拿出来以后再做结论 看越多的知识越好 所以这样你就会开始去探索外在世界 如果天下乌鸦都是黑的 那你去找找看有没有白乌鸦 有没有白乌鸦原因是因为白化症呢 还是因为太阳晒得太少呢 还是它其实也不是乌鸦 你就可以有更多的经验之谈 我们发现很多思想 研究思想的人 都对经验世界了解都非常少 很多人都生活上的白痴 尤其搞理论的人是生活上白痴 还因以为傲 搞思想的人 那这些人讲出来的理论 你觉得会有任何帮助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 如果社会学家都没有 号称做理论的人 都没有做过一天调查 那他真的知道 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吗 就想出来的 或者前辈说的 他就信以为真 所以归纳法其实在早先阶段 是非常重要的 你必须收集够多的事实 你才慢慢会发现 是不是真有pattern在里面 如果你已经相信有pattern了 你基本上就可以不要事实了 你就觉得 对不对 我早就知道 培根最有名的地方 影响到知识 也就是四偶像说 那这在新工具论里面 这几节里面 这边我漏了一个 是因为大概没有找到 那个起头的结束 他说这个呢 可能是借用这个贴族 叫反对偶像的说法 所以是idols 好 四偶像说呢 第一个叫部落的偶像 idol of the tribe 很多就只告诉你四个分类 没告诉你他们怎么解释 具体内容是什么 这是我以前很大的困扰 所以你只能做 部落的偶像 就把部落当偶像 那你自己去想 其实不是的 那这部落偶像是根植于人性的 为了告诉你出处 然后呢 这起源是什么 第一个 因为人类心灵结构是一致的 这个中国人有类似的想法 就东海有圣人出 此心同 此里同 西海有圣人出 此心同 此里同 基本上就是人类心灵结构 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一致的 这点的信念是很重要 第二个是偏见的关系 你有部落相之后有偏见 我们的偏见很多 就是从小来的教育里面 然后有很多偏见的 有的偏见是你自己不查的 你自己没碰到事情 你不会不知道的 或者没有人告诉你 你不知道那是你的偏见 还有感官的限制 我们现在有科学知识 你知道狗跟猫 他们的听觉跟视觉 跟我们的听觉视觉的 那个范围是不太一样 所以他确实会看到 听到我们听不到的声音 有些要叫狗的声音 是要吹一个哨子 我们听不到那种哨子的 那个高音的那个层次 那狗听得到 所以你说将来 什么无线电波 外星人的通讯 我们要截取外星人的通讯 我想那外星人通讯的频率 跟我们不一样的话 你怎么接收外星人的通讯呢 你开什么玩笑 而且我们现在这种 进化程度可能不算很高的 对不对 就像蚂蚁要跟我们通讯 那怎么通得了呢 所以有感官的限制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要强化 感官的那个强度 对不对 你现在带上VR 电影要多3D 4D这样子 我就看过一次4D电影 那椅子会动还会喷水这样 而且经过小溪的时候 那椅子就喷水 让你好像有那种跨过小溪的感觉 这样 我觉得极度无聊 这样回家还得洗裤子 万一它喷得不太好 对不对 还热情的干扰 有时候太热情了 群众运动你就知道了 你参加群众运动 你就会常常被热情感染 参加演唱会 对不对 感官的无能 有的时候你被刺激到一个地步 你已经没有了 还有印象的方式 我比较不懂什么叫印象的方式 这都是部落的偶像造成部落偶像的原因 这是我们偏见的原因 这也知识社会学一个重要的发现 这跟我们的人的整个构造有关系 感官 热情 这个大概都跟 如果认真 这跟理性都没关系 这都理性控制不了的东西 所以部落偶像好像有 所以它叫根植于人性 第二个 叫洞窟的偶像 这个你就会想到 刚刚讲的柏拉图的洞窟的比喻 那根植于每个个人 我说可能 因为他没讲 因为每个人的肉体跟灵魂的特殊性 刚刚是普通性这种特殊性 还有教育 这里正式的时候的教育就告诉你 你的教育就告诉你这些东西 特别是历史科的教育 地理科的教育 还有这种社会科学的教育 基本上都是偏见的教育 某种程度都是政治教育 习惯 这是个人的 那当然现在 如果你到法国哲学家 不就说法就叫惯习了 这是洞窟的偶像 因为你受到洞窟偶像影响 所以你对外在世界有这种偏见 另外还有专心追求 你太专心了 所以你已经看不到别的 过度跟综合的分析 偏好某一个时代 还有主题的限制等等 这些都是洞窟偶像 有些我们现在已经不太知道 确切知道 他所讲的到底是什么 或者我应该说 我不能确切知道 第三个叫市场的偶像 这都是要反对的 这都是我们认知上的一个大问题 就源于社会上人跟人交往 因为在市场交易的东西比较多 还有名词 字词跟名字的联想 像那个吃自助餐 叫吃到饱 对不对 其实这是一个 就让你觉得很划算的自助餐 它很贵 平常都算好 然后他也知道 他食材要搭配 所以有些食材很贵 你懂的人就专门去吃那贵食材 因为绝对会把所谓的 吃回来赚回来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还很喜欢这种东西 觉得哇 真是要赚了 我觉得应该叫吃到撑 因为那时候没有人是吃到饱就出来 都是吃到撑出来 后来年纪大一点了 有学生就以为我一直是那么年轻 就请我去吃到饱 我说老师已经不行了 老师现在只能吃到爽 我爱吃东西吃就差不多 可我爱吃东西绝对吃不到那个价钱 我再怎么吃也吃不到那个价钱 所以这个自个名词的联想 我现在只能想到这个 当然还有一些是人民的问题 那这个是市场的偶像 就是你常常因为跟人的交往 就会有这个产生这样子的认知的错误 好 另外一个剧场 或者叫理论的偶像 讲理论这词比较少 我把它列出来 所以我告诉你 一般书为什么都不告诉你完整的呢 因为原点就是完整的啊 大部分只讲剧场偶像 没有啊 它有一个slash 讲理论的偶像 大家告诉你还有别的呢 把古往进来的哲学系统 看成是表演 创造虚幻或戏剧的世界 源于特殊的哲学体系颠倒的展示规则 有时候你已经相信某些东西 你要再去看这个世界 你就已经看不到这个世界了 意思说你被你相信的东西所蒙蔽 这个在这个有教条有国家 像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三民主义就蒙蔽了我们好多东西 像共产主义 当然让你看到也当然让你蒙蔽 马克思主义 所有的主义都能让你看到某一东西 但是同时也会蒙蔽某一东西 没有主义是完完整的 就像你信教一样 你信教你大概就很难去接受 多元成家的各种可能性 而且你如果年金被砍 你也很难相信现在这个政府 就是现在很多人的认知 都被陷在一个小圈圈里面 我自己学知识社会学 我知道我经常知道我的限制在哪 所以我经常希望能够突破 自己的认知的限制 或自己生活的限制 但真的不太容易 真的不太容易 因为有时候就会被某些人认为 我很冷血 我确实没那么热情 跟他们比起来 他们的那种愤怒 我几乎没有 我对那个没什么太大兴趣 我觉得人活的一生 你花时间愤怒 尤其像我现在血压比较高 对不对 然后万一愤怒起来 对谁有好处啊 你们到时候还得付电仪啊 这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为了让大家赚多一点钱 再付电仪 我就要努力活下去 好 这是 你看在别的书也有提到 时代勇敢的产儿这种书 听起来像是一本励志的 找产儿的一本书 对不对 这跟教养可能有点关系 还有讲到旅馆的偶像 Idle of the End 道路的偶像 Idle of the Road 没有定义 所以不知道在讲什么 就是那个时代已经离我们有点远了 这比哈利波特还要早的时代 好 那四偶像说 我就做了一个比较 四偶像说呢 那时代勇敢的产额讲到两个偶像 洞穴跟市场 然后加了旅馆跟道路 所以还是四偶像说 但是这旅馆跟道路在别的书上 没有人告诉过你 你除了上我课以外 没有人告诉过你 你去看余地藏的书当然还可以 但余地藏的书也不太容易看到了 第二 自然解释这本书的时候 洞穴有种族加上了 剧场加上了 还有一个宫殿的偶像 论学术的进展这个哈 就只有三个偶像 没有四偶像 嗯 新工具论才有这四偶像 所以有些人看培根的书 只看新工具论 就说培根有四偶像说 那他答对的 也只是因为在新工具论 这个下面是答对的 那如果你说培根的总体看法是什么 就应该有这样的表格告诉人家 不是吗 所以严格来讲不是四偶像 他总共提过七个偶像 就告诉你做学问 如果你都相信别人那样讲 你真的就不必做学问了 这也是另外一种偶像 我就告诉你 光知识社会学本身就可以来检讨知识社会学 所以这个培根的四偶像说 其实是错误的 应该说七偶像说 如果我们要把他的整体思想 看他的发展 所以这个 这边还有说 这个并没有关于名称 但你从新工具论是很容易看到 很多人看书看一本 就觉得他所有人是这样 这我是非常害怕的 很多人只看了 不丢一本书 就说不丢的什么观念是这样 你如果看一个人的发展 你要看很多书 才能够下这种结论 很不幸的 外国教科书带头做这种 很肤浅的事情 然后因为我们东方人念书 都念外国的书 然后就觉得他一定是对的 所以你就相信了 这些肤浅的外国人写的书 你有真的书去看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他同一个基础 我们都看书 看我们看出什么来 我们还先不讲翻译的好坏问题 还不讲翻译的好坏问题 至少新工具论 你多看这几本书 你就比他看得多 所以我觉得做学问 只有认真一点 跟不认真一点的差别 我以前讲认真跟不认真 现在加上一点 认真一点跟不认真一点的差别 认真一点就能够 就能够超越了前人的说法 做学问如果不能超越前人 就像你如果不能超越你的老师 请问你活着是为了什么 我们这不是宗教 你不是在这边感恩赞叹而已 好 那是我像说参考的地方 还有这个Roger Bacon是他的爸爸 然后他有类似的看法 所以到底是他的看法 他爸的看法相对 然后另外还有手抄本 这部大著作里面有 崇拜无价值的权威 把世界的心理障碍 崇拜无价值权威 这里的观点问题在这里 所有被崇拜权威 在当崇拜者当中都是有价值的 我的粉丝都认为我好到不行 我基本上属于圣人状态 如果粉丝可以投票的话 我大概恐妙就是下一个就是我了 那粉丝嘛 对不对 你就觉得孙老师不得了 对吧 如果不是粉丝 那我就 我这是干嘛呢 对不对 所以崇拜无价值的权威 对有人来讲 我到底是权威 是有价值还是无价值 那就是另外一个判断 第二受习惯的影响 长期固守过时盛行的概念 这特别是我们老人家 不学新东西的时候 当初我学的时候是这样 是是是 但你不知道世界已经进步了吗 你要不打开一看 已经没有马车了 虽然还是有脚踏车 但也没马车了 第三流行的偏见 不学物术没有根据的推理 我觉得这都他是骂我 现在日常生活见到的某些人 所以学知识社会学 常常有一股怨气 然后都被发泄了 你觉得哇 历代人都这样 那我也不是处于最烂的时代 或者不是最好的时代 但至少不是最烂 潜在的无知 由于人认识 交往虚夸而来的过度愚蠢 不知道自己的无知 反而夸耀之 我常常真的在我们这行 或者在哪里 常常觉得 哇 有些夸夸而谈 怎么样怎么样 你见过那世界吗 你怎么就敢谈那个世界呢 哎呦呦呦中西比较啊 中国人怎么样 西方人讲 西方人有很多种西方人 就像中国人 有很多种中国人 我这文化意义上的讲法 你应该知道 你怎么就看到一个 就觉得怎么样了呢 一个西方人不如你 那个人可能是某一个国家 最烂的人 然后觉得你看西方就这样 来找到另外一个文化里面 最优秀 你看那国家文化多高尚 我常常觉得这种 这种我都懒得对话 我就离开就算了 听到了我都觉得该去洗耳朵 好 那这个是余地藏的书里面 引用到这本书 这本书我没看到它讲版本 所以这没空着 所以还有这样子的分类方法 那伟大的复兴这一点 它基本上把它分成科学的划分 新工具 它已经出版过 像这个宇宙现象 为了哲学技术所做的 自然跟实验室 刚刚也提到这本书 智力的阶梯 前辈或新哲学预期 新哲学 所以它这个介绍是一个 类似把科学当成一个知识的 一个重要的著作 这个在中国的传统里面 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这是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 它还有一个 它评断亚里士多的诗音说 表示它已经要开始超越了 它说真正的知识是原因的知识 这是正确立场 亚里士多这样说是对的 但原因并不恰当地被分为四种 这是它绝对不恰当 然后目的音呢 是适用于人类行动 但不仅无助于 反而有害于科学发展 特别是科学发展 认为所有的东西都要证明 这是上帝的美好的设计跟创造 第二是形式 接下来形式音的发现 是非常渺茫的 不太可能发现形式音 第三物质音跟效果音 他们认为是原因 并没有研究导致此形式潜在过程 是不重要跟肤浅的 对真正活跃科学有什么帮助 不管它批评的对不对 或它批评到底是针对什么 至少它已经吹响了这个号角 别人不一定感 不一定就会相信它 而不相信亚里士多德 然后虽然自然只存在个别物体中 这些物体根据一项固定的法则 而展现其行动 在哲学中研究 发现跟解释这项法则 证实知识应用的基础 这里的重点就在于法则 law 所以从它开始 在它之前 亚里士多德重视的是原因 从培根开始 他告诉你 这几个世界的变相之间 会形成一种法则 至少牵涉到两个以上的变相 law就变得很重要 什么牛顿运动三大定律 就从原因到法则 是西方思想上的一个重要的跳跃 然后这个 Francis Bacon 是一个重要的 就在那个重要的分水岭上面 然后这里他也提到 论尊严跟学问的增进 科学有分类 这科学分类我在那个讲义里面 因为那个分类很长 我列了一个 没办法把它摆在一个 PowerPoint的这个表里面 所以我就没有放上来 他的科学分类非常的细致 非常细致 比中国传统的什么 金石子集这种 要来的细致很多 然后他这还有区分 哲学跟玄学 研究形式及永恒物理 还有科学跟物理学 是研究效果因子等等等等 然后诠释自然分成两类 辅助感官 辅助记忆 辅助心灵跟推理 然后从定理演进出新的实验 中国人对实验这一点 并没有受到很大重视 这个是一个十六世纪到十一世纪 然后另外他对科学的区分 有更细的要请见讲 他就分成三大类 历史诗学跟哲学 那这个是他的分类 然后每个下面还有细项 细项还有细项 细项还有细项 你看到这种对于知识的分类 已经变成这样 中文那时候还在四库全书的那种分类方法 接下来是迪卡尔 迪卡尔是因为他的这个念法 这S是不发音的 不是Descartes 如果知道英文发音是这样 他原来名字这个DES跟CRTS是分开的 所以这个要念Degas 就这样 Degas 然后那个迪卡尔的英文的名字 英文起讲到迪卡尔的 不叫Descartesians 叫做Cartesians 就S再叫I-A-N Cartesians 比如说迪卡尔的诚识 叫Cartesian Meditation 就不是Descartesians 没有 这DS就不要 懂吗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当初念书搞不懂的地方 所以明明是迪卡尔啦 怎么迪卡尔的的就变成Cartesian 那DES跑哪里去了呢 这三个字太多了吗 爱眼吗 就把它干掉了吗 所以是这样告诉你 所以Cartesian你如果在英文里面 就是迪卡尔的 因为他原来的名字是DES 然后空一格 C-R-T-E-S 迪卡尔呢是法国人 他生在一个小村子里 后来这个村子就因为他的名字改了 我希望我出生的村子 不要因为我的名字改了 那样叫中兴新村 那样就尴尬 不是在那儿出生的 1606年到14年 他到耶稣会办的 耶稣会是天主教里面最有学问的人 是加入耶稣会 那种苦行僧就加入什么 奥古斯丁教会 或者加入这个方济各会 然后对面就读 然后学习拉丁文 然后到Partier这地方 Partier这地方获得法律学的学位 那时候法律学不能跟现在来比 1618年20岁游览荷兰加入军队 欧洲很小 各位你想啊 整个欧洲大概就还不如中国大陆打 所以中国大陆是一个地方 一个国家 一个证兆 欧洲是深耕签证 不小心睡觉就过了一个国家 然后他呢 游历瑞曼做了三个梦 这个我上次讲过 做梦很有意思 很多名人都做过梦 如果你对于做梦有兴趣的话 你不一定要变成佛洛伊德 我曾经想过要研究梦跟社会学 就他到底做了什么梦 而且还记得 他认为是天启 认为自己有义务要建立一套 新的数学跟科学体系 我们的那个皇帝里面 梦还要帮你发财要干嘛 没有说你梦到以后 你能够发现一个什么定律 然后你能够得到诺贝尔奖 好 后来飞到法国 这个《指导心灵的规则》 这个书生前没有完成 也未发表 这就是这本 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 这本书有二十一个原则 然后避免教会干扰 他这个讲法教会不太爽 屡次前居 最后定居荷兰 荷兰是当时的 你对宗教 有别于天主教的看法的 你要避难 大概就到荷兰去 美国在1950年代 麦加西鼠疫时代 反对任何有共产党嫌疑的人 都要被干掉 都要被骚扰 被解聘 那时候 美国的教授 真要活 有个地方可以活 叫加拿大 所以很多人就跑到加拿大去了 那少数人就在美国 过着没有工作的日子 因为离不开祖国 所以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都发生过 所以其他国家发生 也不是什么太稀奇的事情 只是觉得 哎呀 真的是 什么时候有一个知识分子 可以无忧无虑 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说自己想说的话 然后负责任 有没有这个时代 这是很多人幻想的 然后教会谴责企利略 他就各自出版世界论 开玩笑了 企利略说地动都被讲成这样 这伤害到教会什么 伤害到教会的很多基本理论 所以那个世界论 你最好不要出版 你不知道你惹的教会是什么 他惹的什么啊 我们的念书人就这个问题 我们从来都不知道 我们到底惹到谁 我们讲的是真理啊 怎么会惹到谁的呢 知识分子常常就这样 然后大家你看 女仆海伦的私生女 法兰辛出生 你看这个历史就有人 就喜欢这种八卦 对吧 他有私生女 这事情关他的学术 什么事情 八卦其实受洗啊 后来就找邀了 然后匿名以拉丁文发表 光学 气象学 几何学 还有最有名字的 叫方法导论 这方法导论是三本书的导论 所以这导论是一个 科学的一个导论 然后拉丁文出版 第一哲学陈思路 就后来简称叫 陈思路的书 然后还有前六组的 反对意见跟答辩 如果你学一点 哲学史或什么 老师对这个有兴趣 大概就讲更多 然后陈思路第二版出版 然后附路七 反对意见跟答辩 还有给敌内的信 然后四十七岁那年 荷兰的乌特列治大学 谴责地卡尔哲学 有的是教会 选择一个学校 选择 和波西米亚的 伊丽莎白公主 展开长期的通信 那时候的公主 真有学问啊 跟学者通信 我现在也很少有公主 跟我长期通信 我希望超越时空 可以跟如意啊 什么人 什么非啊 通个信 不然他们在后宫蛮无聊 对吧 我可以教他们一些 知识社会的道理啊 让后宫更加无聊 《游历法国出版哲学原理》 这本书 这本书也没有综艺本 然后《法国国》授予奖金 这我梦寐以求的 希望哪一天我们的总统 或哪一个基金会的人 发现我实在是 很优秀的人才啊 就送给我一大笔钱 然后开始写作人体素描 然后接受这个 布尔曼的访谈 后来也跟布尔曼 《谈话艺术》出版 我没看过这本书 我很喜欢这种访谈的书 像那个《歌德对话录》 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 因为你可以从这种 很平铺直续的话里面 认识一个伟大人的侧面 不然我们直接看 这些伟大的人物 他所做的事情都伟大到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如果你看这些访谈 你还某种程度 可以看出他的人性 还有一个叫 《出版灵魂的热情》 这本书我最近有看到 中国大陆的综艺本 好 五十四岁的时候 每天清晨五点 替女王讲学 这真是折磨 受寒得肺病 然后没多久就过世 所以有人请我去讲学 我一定说不能在五点 不能起早 太阳没出来 本人是不会起来的 所以就是预防像迪卡尔这样 他五十四岁就挂了 本人现在活到六十一 比他多活了七年 我的历史贡献 绝对不会比他多 那后来有什么论人 探求真理 这样的东西出版 那《陈思路》这本书 我们稍微讲一下其中的 这里面有好多的 译本的知识 第一个 第三陈思的这个标题叫 论上帝 他是存在的 那时候你要讲上帝不存在 你找死啊你 上帝不存在 你也不存在 我跟你说 这里就叫做 卡特西安Dualism 就是迪卡尔的二元论 可是迪卡尔的二元论 其实你认真看一下 除了心跟生 心跟生这个在 刚刚柏拉图的时候 就讲过了嘛 感官世界跟像的世界 就是一个二元论 为什么要讲 因为在这思跟在的问题 他讲的最有名的话 叫我思故我在 但这里句话其实是 蕴含着 我思其实已经早就蕴含着我在 因为你的思想不能可能脱离 他的身体嘛 所以我思故我在 是最有名的一句话 所以思跟在就变成两个层 就是这个在就变成 我们在一开始 知识社会分析的时候 那个所谓的社会存在 social existence 或者我们所谓的社会结构 什么的 然后思呢 就是思想啊 知识啊什么的 所以思跟在就变成 就变成知识社会学的 一个重要主题 然后他把它截然这样的二分了 那这个就是他的 Cartesian Dualism 所以很多西方的教科书都说 到了迪卡尔以后 西方就呈现一个二元论的世界 这是简单的说法 根据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说法 可是这东西是不太确实的 因为柏拉图就说了 只是柏拉图影响 可能没有像迪卡尔这样 然后很多人 大概也不是真看迪卡尔 就看了一些二首书这么说 然后就跟着 像鹦鹉学蛇一样 就跟着说了 然后客观主观呢 这我们现在很流行的说法呢 也是他在这里区分的 所以讲他大概也跟这后面 思跟在客观主观的区分有关 心跟深也不是他的创建 你如果读Torogun的 有一篇文章 他讲到这个所谓人性的二元论 基本上的区分也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个你就可以说 Torogun的那个人性二元论的说法 根植的就是迪卡尔的这种二分法 存在思想中的就是客观的实相 这跟我们现在想法不一样 我们就存在客观的实相 就reality如果是在外界世界的 不是活在我们脑中的 我们脑中的我们现在叫主观啊 客观是活生生在那里的啊 有一个车站在那里那是客观的啊 有一个石头站在那里那是客观 不相信你踢他一下 看你脚会不会痛啊 那个这个在哲学史上很有名啊 有一个家伙就不相信这种东西啊 他说哪有啊 那时候你想出来 他就踢那石头 然后痛得哇哇叫这样 神经病啊 哲学家真的是 石头在那里还去踢石头 拿石头K你啊 神经病啊 那这里 所以这里面是跟我们现在想法 是刚好是一个颠倒 我们现在认为客观实相 具体外在于不随我们的意志 而转移的东西都叫客观 可是呢他觉得那个在思想中 才叫客观 OK 所以这里有一个大逆转 明明蒂卡尔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到了我们现在 我们都说我们根据是 蒂卡尔的二分法 那怎么就转过来了呢 哼 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他说我看书看错了吗 怎么会这样呢 后来看到也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就哲学原理 是有翻译了不完整 他就列了几个这个 类似定理这样的东西 他比如说为了追求真理 我们必须在一生中 尽可能将所有的事物怀疑过一遍 当然有的人怀疑的事物多 有人怀疑事物少 你就千万不要怀疑你的朋友 因为你叫 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怀疑你的朋友 怀疑你的下属 你就很难做很好的上司 凡事可疑的是 我们都应该把它当成是虚妄 然后呢 在人生修长方面 我们就不该怀疑 所以这个他人生修长跟做学问 他就分两节 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 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 做学问的时候 人家都发现那没什么问题的时候 你要在那里发现有问题 你就能够有学问的突破 这胡适是什么 然后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做人的话 人家都说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要相信他 你这样才是成功的 这是一种说法 跟笛卡尔说法是一样的 他有没有看过这一段 我就不知道 第六段 第六个定理说 我们有一个自由意志 这是西方哲学上的一个大问题 也是西方宗教 人到底是自由意志还是决定论 如果有自由意志 那上帝所决定的事情 我们能改变吗 一个最极端的说 我们能够自杀 因为自杀是自由意志 最大的表现 因为西方谴责自杀 是因为你的命是上帝给你的 所以只有上帝能拿回去 你不能拿回去 所以你自杀 你是开玩笑吗 那不是你的东西 那上帝的东西 你是借来的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 观念上的一个大差别 借此可以反对可疑的事物 因此避免犯错 因为自由意志 那有些人认为 像那个存在主义者 认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 这在这个 以基督宗教为主的国家 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叛 我们没有这个 我们在这种文化里面 没有这种宗教的这种 这种意识形态在里面 所以我们的想法会比较自由一点 但是有时候我们有政府啊 我们的政府跟教会的功能差不多 我们的自由意志能表达也是很有限的 第七个 说我们在怀疑的时候 不能怀疑自己的存在 这是我思顾我在的一个道理 说你怎么怀疑 都不可能怀疑你自己的存在 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可能思了 而且当我们依次推论的时候 就可以获得第一知识 所以他认为我思是一个 雇我在是一个基本的 因为你怀疑到最后 你不可能怀疑自己不存在 第八 我们因而发现心灵跟身体的区别 这刚刚有写 然后或能思想的事物 跟物质事物的区别 所以因为你我思寸才有这个 外在世界跟你 然后思想是什么呢 就我所知思想一词 指的是我们在自身 所直接意识到的一切 因此不仅理解 意欲 想象 思想 其实是知觉 意识和思想一样 当然这部分的名词 可能跟我们现在的一些意识不一样 第三十二个 那个法则说 我们只有两种思考模态 一种叫理解的知觉 一种是意志的动作 其实如果照这个话 社会学家的社会行动分类 其实可以考虑用这种分类 可是到现在为止 没有社会学家的行动分类 是跟这个有关 那另外它证明上帝是存在的 就从四四到十九 我对这个一点兴趣都没有 所以我就跳过 你们要相信 或要证明或者怎么样 你们就去看 时间有限 这里也是 这里有一个要稍微说明一下 上帝不是我们错误的原因 所以我们会犯错 不是因为上帝 这个师父什么都好 这个就是因为我自己不努力 所以我最近才会这样 师父给我的很大加持 所以所有的好处 都归到上帝 都归到师父 所有的坏处 都是因为自己不努力 懂吗 我跟你讲 教这种人太高兴了 懂吗 老师你真的教不太好了 这就是我没好好念书 我们就省去了一些麻烦 那人的错误哪里来的 这是非常有意思 你讲知识 你一定要讲错误 因为知识常常有错误的 除非对所判断 是我们有充分的了解 否则绝对不会犯错 所以犯错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没有充分的了解 这是第一 这个命题所了解的 第二 意志的范围比理解大 这是我们犯错的原因 所以有时候你意志太强了 然后你的理解太弱了 所以你就觉得 不应该是这样 所以你就犯错了 你没有根据事实来 你根据你的意志 来做最后决定 第三 我们的错误不能归咎上帝 这36 这刚刚有讲过 错误是我们行动摩太的缺点 摩太这个字 然后在康德 在那个亚里斯多德都有 并非本性中的缺点 下属的错误可以归咎给主人 却不能归咎给上帝 你觉得这逻辑合吗 对不对 当然如果有的话 就他没帮我们造好 我们是出场瑕疵品 对不对 七天现场 建场期之内都可以拿去换的 不是吗 虽然我们绝不会欲求犯错 可是我们所以会犯错 人是由意志而来这门子打错 所以我们就有意志 你会犯错 那你的自由意志 人就有犯错的权利 这你就是人 不是吗 如果照这个逻辑 如果我们只同意自己 所明白而清晰知道的事 我就绝对不会犯错 明白而清晰 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字 在英文里面就叫 Clear and Distinct C and D 所以这是知识的一个特点 只要它是明白的 Clear 而且Distinct 很清晰的知道 你就不会犯错 所以你要知道它什么是真理 真理的特质就是Clear and Distinct 照这个标准 社学理论有很多 根本就是不Clear 也不Distinct 完全不知道他讲什么 这个非常重要 Clear and Distinct 第四十四 他说在同意自己 所不明白的 知觉的事物的时候 虽然我们判断也许是真的 可是这种判断 毕竟是不正确的 因为记忆屡次欺骗我们 令我们相信某些事物 是以前充分了解过的 这已经离开柏拉图很远了 柏拉图认为你的记忆就是 跟前世的学习 你的学习就是前世的记忆 这边也不是记忆会欺骗你 在柏拉图来讲 记忆怎么可能会欺骗你 四十七 为了少除我们早年的偏见 必须探究我们每个简单一年中 到底还有什么明白的东西 明白就是明白 clear OK 好 那错误的原因 第一个小时候的偏见 这跟培根的那个 没什么太大差别 第二个原因 无法忘掉这些偏见 偏见你还忘不掉 第三个原因 是我们专注于那些 没有曾经在感官事物 心里会变得越来越疲乏 因此在判断这些事物的时候 就惯于不根据当下的知觉 而根据先入为主观念 我们很多都是根据先入为主观念 我们的错误第四个原因 在把思想依附在文字上 可是文字却无法精确地表达 思想或实在性 所以这里面强调一个语文的问题 这问题后来被放得很大 在某些学派里面 哲学里面有一个叫语言哲学 社会学里面有人在研究语言社会学 或者叫做会谈分析 就是强调这个字 或者语言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 你如果有过经验 特别是失恋的经验 当然在隐含的谈恋爱经验 你就知道语言的表达 真的是非常关键的 很多关键的话 就是因为你讲错了 你如果是政治人物 当然你就更知道 这语言的表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最后什么叫真知 说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探求的不是万物的目的因 目的因是谁讲的呢 亚里士多的讲 对吧 所以你没有前面的东西 你就不知道 你光念这个 你就不知道要讲什么 而是他们的动因 所以我为什么要这样子 花一点时间 虽然也不是我的专长 去找到前面的人讲什么 就告诉你这个想法是连续的 思想的这个连续性很重要 因为没有这个连续性 你就以为它是石头蹦出来的 没有 好 然后这样凡是我们所能明白 跟知觉的都是真的 所以我们可以免掉上面的怀疑 所以你只要能够明白的知觉 都是真的 明白而且清晰的知觉 Clear and distinct 凡是能呈现给专注的心灵 又为其所明显的了解者 称之为明白 就像一个对象 如果呈现凝视他们的眼睛之前 并且足够强的来刺激眼睛 眼睛处于适当的位置来观察 这里就把生理的东西拿出来讲 则我们可以断定自己明白的 看好那些对象 至于清晰则有其精确的意思 而且能与其他一些对象分清 它本身所包含的除了明白事之外 就没有任何的东西 所以这个 当然后来很多人很认真在去讲的时候 这个明白跟清晰又没有那么明白 也没那么清晰 所以这个有时候 第二个部分 在48节 他说我们知识的一切对象 英语本说知觉的时候对象不是知识 而是知觉 这在我们现在是有差别的 知觉是感官上面的 知识是可能理性思考的 可以分为两种各种事物 各种事物或者事物的性质 还有永恒的真理 结论 总论正确推理的必要条件 如果我们想要慎重 而且正确的推理 并且想要竭力的追求 探求自己所能知道的一切真理 首先就要秉除偏见 托尔干在社会科学方法的规则里面 也有 然后在最后一章吧 还要秉除偏见 这讲法跟迪卡尔什么差别呢 他有没有引用迪卡尔我就不记得了 也是要秉除偏见 所以后来的诠释学说 根本不可能秉除偏见 Come on 你们开什么玩笑啊 我们不是机器啊 我们是人啊 秉除偏见本身也是个偏见啊 所以后来你碰到这些人 你就没话讲啊 他反正什么东西都可以 把他掉在你自己头上 所以那样 有些人是出来搅局的啦 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可以 有某种程度的偏见啦 可以秉除啦 换到另外一个程度 还原来这必须首先 很仔细地保留 以前所同意的意见 经过进一步的探究之后 如果发现他们是真的 才予以接受 其次必须依次探究 自己心灵中所有观念 并且只认为 我们所能明白而清晰了解 观念才是真的 这里面当然还有个人程度的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心灵而明白 还有我们应当信服 神圣的权威 这句话讲给教会听的啦 而舍弃自己的推理 万一没有什么 得到神圣的显示事物 我们只能赞同 自己所能明白了解的事物 这还是有点保留啊 如果没有得到 神圣的显示事物 就是看起来不是上帝给我们的 我们还是应当赞同 自己所明白了解的事物 难道要逃到荷兰去 普遍观念 universals 普遍观念是如何形成的 有种啊 类啊 这后来到了灵内的二名法 是后来还之前 卡一下年代 差异啊 特性啊 什么偶有性的 这五个普遍观念是什么 普遍观念产生 是由于我们在思考一些类似的特殊事物时 运用了同一观念 如果我们在同一个名称下的思考这观念所表达事物 这事物就变成普遍了 所以讲到universal是这样 好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这个部分 讲到西方哲人的知识观的讲应 我们只讲了四个人 柏拉图其中有一些可能是苏格拉底的 亚里斯多德 四因说啦 三段论法啦 还有他那个对于真知的看法啦 大概那些东西 还有就是培根 他的那个把 从原因对原因的追求改成对于法则的追求 还有他对于那个整个偶像说的这种说法 不是四偶像说 那其实是不完整的 还有就是后来迪卡尔的这种设立的一些原则 希望清晰呢 那个培根里面还有很重要 就是把对原因的追求 在科学上改成对于法则的追求 所以这个一直到现在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课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